中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蔡英廷 自20号起摔团上美国访问 访问前中美双方都没有预报消息 引起外界关注 有评论指出 这次访问是中共寻求化解 当前与周边国家危机 降低于美国军事对抗的紧压之行 中国政治制度不改变 美中角力升温的态势恐怕难以避免 蔡英廷的这次摔团访美 是继国防部长梁光烈 三个多月前访问美国之后 再一次有中共高级军方代表团访美 去年升任副总参谋长的蔡英廷 属目前中共副总参谋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这次访问 她的主要随行人员有 北京军区参谋长王宁 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郑群良 广州军区参谋长贾小伟 总参战略规划部副部长陈守明等 时政评论家中国事故杂志总编辑五番认为 这次中共军方访美不是正规会谈 主要是为了缓解双方的关系 为中国当前在南海 东海与周边国家的危机找出路 也为美中军事对抗减压 现在美国的制度和中国的制度 思想意识形态都不一样 那么双方都在绞劲 中共军方和美国军队双方要坐下来 做一些交流或者做一些探讨 双方目的误判产生不必要的意外的冲 不久前中共宣布在南海成立三沙市 造成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之间危机再度升级 而在钓鱼岛问题上 中国最近与日本剑拔弩张大有战争之势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报导甚至宣称 钓鱼岛危机已经上升为中日当前不可调和的矛盾 另一方面欧巴马在2009年调整战略 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共造成直接的冲突 近在2012年在亚太地区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军事演习 大大小小的演习总数已达十多次 其中不少演习直接将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抗目标 使中共倍感压力 武凡指出中共正大力发展导弹 隐形飞机太空武器等 当然美国也在积极研制它的高端武器 争取在技术上更大的领先 两个大国实际上苏川的都是在准备战争 准备总有一天要 如果中共的整个政治制度 社会制度 经济制度改变了 那么这个大战可能性就消失了 就好像冷战结束以后 苏联变成俄国了 那那个战争根源就没有了 胡凡认为 这次两国军方接触也算是互相摸底 试图寻求降低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也想借此了解中共十八大后 军内在整个国家制度 党政制度里面 占一个什么地位 起一个什么作用 新唐记者陈翰 宋丰采访报导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俄瓜多总统敦促英国及瑞典 保证阿桑奇不被引渡到美国 反发自行车赛 器官网阿姆斯壮宣布 不再继续和美国反禁药组织的禁药指控缠斗 他将面临资格取消 终身竞赛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